中路親戚把特製氣球灌飽 國軍弟兄手一放 沉串白色氣球飄向天空 50年代的台海新戰 最重要的招數除了廣播 就是空飄氣球 我一切也不相信 到後來看到的時候 我在懂的 是什麼都大那個氣球 是一個籃球艙那麼大 那麼大的一個氣球 就掛1000公斤 掛了以後 從台北就這樣 最遠的地方到湖南的長沙 湖南長沙距離台北 將近1000公里 這個漂洋過海的禮物 理清情義重 從各類宣傳單 日用品 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還有時任總統蔣介石照片 在當時 都是重要的大外宣手段 氣球越做越大 越深越高 載量越來越高 越來越重 最多可以到達四萬尺 然後可以載到兩百磅的物資 那就可以載很多的東西 不只是宣傳單了 甚至於食品 電子器材 收音機 手錶 以及大陸飢荒的時候就空飄食物 甚至我聽過有飄到伊朗 會新疆去的 從一九五七年開始 中國發生大躍進運動 導致各省市嚴重激荒 讓飄往大陸的物資越來越多元 這些裝載物資的氣球 不只得防水 空飄作業還很講究 因應四季風向差異 每年五月到十月 在大小金門與馬祖等外島執行 十月到隔年五月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地點轉移花蓮 台中苗栗為主 最早就是隨意飄 後來就加入氣象的幫忙 就是依照金門或前線地區的風向 季風的風向以及氣流什麼的 然後用電子遙控的方式 然後遙控到我們想要到的目標 這樣子 那因為實際的變化 有時候外島前線沒有辦法做的時候 那就回到台灣來做 所以說這個是整年的任務 會不斷的執行下去 根據風向 風速來判斷氣球的位置 再計算飄過去的時間 用計時器引爆 準確率還相當高 不過中國也不是一昧挨打 那個時候實際上 咱們的台灣同胞喝茅台酒 出中華煙比大陸的人還要多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很多很多茅台酒做成包裝品 茅台酒 中華煙 包括有一些人參 就是我們飄過去的 中國同樣進行反宣傳 除了海飄 也會以風箏方式 把宣傳品送來台灣 但風箏有距離限制 只適用於金馬前線 要想送到台灣本島 同樣得靠氣球 在當年的台灣 村長和老師都會告訴民眾 這些傳單和食品 千萬不能碰 我們在這個小學 那麼老師就會鼓勵我們 如果說簡直到這個空飄傳單的話 可以拿到教室來 千萬不要看 因為那個上面紙張有毒 或者說那個裡面的話 都是不好的內容 那你拿到了這個學校以後 可以換個電板 或者是換個鉛筆 然後另外民眾呢 如果說拿到派出所 他可以有獲得 兩岸打心戰各出奇招 不過各項空飄器材昂貴 還有宣傳物資 都是花費 為了讓空飄氣球戰力維持不墜 不少民眾僑胞還慷慨解囊 但這些大外宣手段 到底有沒有效 影響力是上面是還是非常有限 我認為 一方面是如果說空飄氣球發現的時候 對方的話都會 整個戰機都會緊急起飛 然後希望能夠把這個空飄氣球 給它打下來 因為施放空飄氣球 要非常講究這個風向 還有風力的速度 台海新戰 從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 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 及冷戰結束 才告一段落 隨著時代演進 如今國軍採用的新戰宣傳車 以及無人機撒船單 都已經是高科技 不變的是 心理戰 仍舊是戰場上 不可或缺的一環 近新聞宣傳輯 參謀報導